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他豪华精美的歌舞场面 以及许多花样游泳的表演 都成为了流传后世的经典 当这部电影于1948年在中国放映时 也引起了空前的轰动 美国电影到了天井 什么呢 出水芙蓉 那个戏又是舞蹈又游泳 非常漂亮 是吧 好看极了 观众一这个一来呀 什么帮子 话剧呀 评剧呀 全部行了 观众都不去 都看出水芙蓉去 连我也去看出水芙蓉了 所以呢 我们的剧团也就垮了 而这个时候 23岁的金雅琴 在天津的职业剧团里 也逐渐走红 突然间 剧团的倒闭 让唯有戏可演的他 一下子就从当红的演员 落得没了收入 生活上的负担 让无奈的金雅琴 回到北京开始寻找机会 金雅琴 话剧演员 2005年 到北京呢 跟谢他他们演了一出这个 接生草 就是软铁动物 后来呢 跟林凡鱼他们演了一出什么呢 今明早看天 完了 又没戏眼了 没戏眼就没饭吃 我还在养着我妈 我爸在东北去世了 就是我十八九岁的时候 我爸死了 我就养着我妈三个弟弟 我就靠我眼气养他们 所以呢 我没有工作不行 后来在九十四军来找考 我就跟董兴基就投考 考上了 就到部队去了 就是国民党部队 1948年 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 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作战方针 展开新的攻势 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局 一心想要演戏的金雅琴 就在这个时候 为了生计 却不得不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九十四军的戏剧队 到那以后呢 就是发的军装 给我一个军型 叫上尉队副 我们还有一个队长 当然这些都是演员 各地的演员 就是演戏 也就是排戏 排戏演出的时候呢 我一看的观众啊 都是大兵 国民党兵 我就不干了 我说不进没进 我说那给各位大兵演戏 他们也不懂啊 这有什么意思 不干了 我说我不干了 不干不行 你想走还不让你走 无可奈何的金雅琴 万般无奈地 跟着国民党的戏剧表演队 到河北桌州演出 就在他为难之际 天津招考演员的消息传来 情急之下 金雅琴顾不了那么多 与同为演员的董行吉 连夜逃回了天津 到天津招考的时候呢 谢天就派了一个人找我去了 就把我叫出来 头上跟我说 说谢天说啊 让你跟他一块上东北 演转体动物去 那个回来以后啊 拍一个电影 演那个骆驼翔子 让你演火牛 哎呦我说就想演火牛 行那我得跟你去 我说怎么走啊 三点钟上火车站 我说哎好嘞 年轻胆也大呀是不是啊 偷着就到三点跑到火车站 在天津就到了北京了 到北京很快 俩钟头到了 下了火车 我就上我同学家 藏起来了 金雅琴刚刚藏好 国民党军队的人也追到了天津 说那个啊 白魏在你们家吗 说没有啊 没在 我们没看见他呀 他什么时候来了 哦 人家走了 那队长没找着我 其实我在他们家待着呢 后来三点钟 晚上上火车 上东北 就走了 投跑了 到了东北呢 十八十还是国民党 那帮待了 是吧 那个在那呢 就等着谢天来 才能演出 他不来我们也演不了 1948年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取得了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 而与此同时 国统区内危机重重 许多进步文化团体 也在国民党文化高压政策之下 纷纷解散 进入解放区 或加入到了第一线的战斗当中 而就在金雅琴 留在东北 等待导演谢天的时候 聊审战役 打响了 这时候呢 这个解放军呢 大军呢 已经解放全中国 前解放的东三省 已经大兵压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不懂政治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这个师长呢 就跟我们说 他叫景阳 他说呀 现在呀 解放军就要解放我们了 我们啊 看样子是顶不住了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招待你们了 我们就发个点米跟面呢 你们自个做饭吃吧 我们就顾不上你们了 1948年11月2日 东北解放军攻占沈阳 东北全境解放 在收编的国民党战俘的队伍中 有一小支队伍看起来并不像是军人 他们便是曾在国民党的部队中演戏的演剧队成员 23岁的金雅琴就在其中 解放了我们就被俘虏了 是不是 国民党被俘虏了 我们也一样 我们的演剧队也给逮下来了 都人一问都是干什么的 一天我们都是演员 说那就跟着部队走吧 那就把我们呢 搁到部队里头了 然后呢 就说 那个就说 谁是主演呢 就说我 说哦 那你怎么 拍白猫女 你来演 演主角 让我演喜儿 我哪有生活呀 还得唱 一唱那个 北风那里吹雪花那里飘 我唱的完全是黄色流行歌曲 不懂革命 又没有生活体验的金雅琴 就这样被解放军 收编了一军圈队 跟着大部队急行军 向着南方挺进 1948年11月29日 人民解放军包围张家口 平津战役开始 一天金雅琴 被叫到了前线阵地上 到天津边上的时候 204首长找我谈话 问我就去了 别人都害怕 就我胆大 我说什么也不怕 我说去谈什么就谈吧 204首长说 你知道天津哪是制高点吗 什么制高点 我也不懂 哪是最高 我说住院公司 好好好 这就明白了 然后还给我一个鸡大腿吃 那不得多苦是不是 都吃小米 然后晚上就开始解放天津 我说可别往那边打 我妈在那边 那个那时候就不懂 后来就夜里头就打开了 打开了就进城了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 1949年1月15日 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成 黄敬等政府领导进入室内 宣告天津市军管会和天津市政府成立 顾不上疲劳的金雅琴 进城后想到的第一件事 还是演戏 到天津以后呢 我们就说我们不干了 我们得回家 我们跟着部队害怕 我说那好吧好吧 你们回家吧 就把我们给放了 放了以后呢 也不懂得革命 也没有觉悟 反正后来我就 找卸天去了 我就跟着算账 我说你把我们弄东北 你就不管了 他说别着急啊 现在咱们还可以在天津演 还演软体动物 哎呦 我说天津都解放了 让不让演呢 我上部队问问去 我说申请去 就我胆的 我又去了 我说那个 我们呢 要演软体动物 跟卸天 这个戏呢 是批判资产阶级的 是进步的 哦 那好吧 批准了 我们就不演了 还把部队都请来看戏 那个啊 就是我演的那个太太 吴太太 演谢天的老婆 就是什么都不爱干 就是跟他丈夫叫华全 老说 华全呐 你给我倒杯水 华全呐 给我拿个毛巾 就这么个人物 就是资产阶级生活 批判的 演了这么一出戏 后来人家演帮帮女 就请我们去看 不对 演得非常好 软体动物 终于圆了金雅琴 重回舞台的心愿 随后 人民解放军 继续南下 而他 却跟着北京电影厂的谢天 来到了北京 想要继续自己的 表演视野 然而 时过境迁 他们在北京 并没有找到 合适的戏剧牌 无奈的金雅琴 想起父亲 在北京的西单 还留有一个民杀商户 于是 想到了一个 换兵之际 谢天说 现在展示 解放了 咱们也不知道 怎么办 将来怎么样 也不知道 干脆也为了生活 咱们四个人啊 投资 开个饭馆 叫大碗面 就在西单 开了个大碗面 人家一听 都是电视明星 在那开大碗面呢 哎哟 这文艺地 这都来吃饭来了 这都高兴啊 庆祝啊 这跟北京 又是和平解放 是不是 有没放墙 没放炮的 大家就挺高兴的 来了就吃 吃完了 也不好意思 跟人要钱 就天天 就招待客人啊 客人就不断 然后我们自个儿又吃 没多久 就吃黄了 哈哈 小面馆 很快就在众亲朋的捧场下关门了 这个时候 为了配合革命胜利的宣传工作 华北大学三部招收演员 金亚秦抓住机会参加了革命 参加革命以后啊 这个工作呀 要从头来 怎么讲呢 文工团呢 先学扭秧格 东北秧格 陕北秧格 然后就是腰谷 大腰谷 每天早上练 是吧 然后上天津宣传革命 扭秧格扭了一条街 然后上这个唐山 大腰谷 十八个男同志 同朝说 少俩人怎么办呢 但男同志不够啊 我跟李婉芬就举手 我们俩 我们俩来 1952年 解放前的眼居二队 进驻北京 与华大文工三团合并 组成最初的北京人议 27岁的金雅琴 跟随华大文工三团 成为了北京人议的演员 然而 她到了人议 却开始总演梅婆戏 金雅琴的梅婆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从此金雅琴 也成了梅婆戏里 当仁不让的首选演员 那是我们这好演员很多 你像那个叶子 四级大演员 叶大街 他演的龙穴狗的四嫂子 全中国的演员都拿来比 谁也演不过他 那是一绝 熟绣文演的落在墙子里的虎妞 那是一绝 谁也瞅不过他 我虽然没养成虎妞 让我跳了一段大声 那谁也瞅不过我 1952年成立的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曹瑜为院长 赵启阳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由欧阳山尊 焦菊尹 夏淳及梅谦 为剧院的四大导演 在他们的指导下 年轻的金雅琴 在话剧的舞台上 受益良多 1957年 梅谦指导的话剧 《骆驼翔子》 在首都剧场首演 梅谦解放前呢 就是大导演 写剧本 写歌词 导戏 那时候是最有名的明星啊 李立华 周曼华 都跟他合作过 他解放就很有名 他是民进的 他解放前就参加民进的 我跟他合作的有两个性 当然一个是落的翔子 这也有故事哈 落的翔子呢 这个党一伟啊 犯自由主义 党委呢 于是只一看过 哎 这下天 哎 你验虎妞合适 说了这么一句 义伟呢 方管德说 哎 这下天你验虎妞合适 他们俩说完了 不负责任了 我呢 就觉得我应该验虎妞 我这些申请 五目六场话剧 骆驼翔子 原著 老舍 改编 导演 没签 很快 话剧 骆驼翔子的 演员名单公布了 委屈的金雅琴 哭着 找到了书记 赵琪 有李婉孙扮演 铁袋 我说 起扬同志 你帮我调走吧 我不干了 啊 怎么了 什么事啊 我说啊 打一本都说 我演虎妞合适 为什么让我演 吊打神了呢 啊 这个 别着急 你坐坐坐 先给我切杯茶 你先喝点水啊 别着急 那时候我还抽烟啊 给我点个烟 那书记啊 特别会做工作 他对党员呢 干嘛要求特烟 我是群众啊 所以他就糊弄我 哎 哄着 哎 别着急啊 我跟你说啊 这事啊 我不知道 我说你好好演 演成功了 下回导演就重视你了 一定给你好饺子 北京人艺 从创立之初 就有一个口号 叫做 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最终还是出演话剧 骆驼翔子里 跳大神角色的金雅琴 一点也不敢马虎 他一个人跑到监狱 找到旧社会的神婆取经 结果我就唱了 一开口是天门开来地门开呀 我蛤蟆大仙下山来 大公鸡我还要活的呀 完了这一唱一哆嗦 大声开大声一下声 那观众乐得呀 又跺脚又催凶 简直就活不了了 我们那书记一看说坏了 这场戏是悲剧呀 虎妞要死了 这金雅琴一上场变闹去 说不行 要参加坏演了 这场戏得拿掉 我说正好我不爱演了 拿掉才合适呢 这个导演哪 不舍得格爱 又演了好多场 才把那戏拿掉 导演梅谦对中国古典文学 有丰富的知识 他40年来一直坚持 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成功地根据老舍原著 改编并导演的《骆驼墙子》 以及他导演的《咸横酒店》 《丹心浦》 《王昭君》等 都是北京人艺舞台上的 优秀保留剧目 后来他老伴去世了 他娶了个媳妇 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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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破 我们在一块吃 人家请客吃饭 编破就说 我听说 那个不让演苦牛 这金雅琴呢 就给老妹气瘦 搭了脸 还说 对老妹态度不好 后来没钱就说了 全中国跳大声 谁跳得过金雅琴呢 或许是认证了老导演 没钱的话 金雅琴 这个当年红遍津津的大白威 就这样一丝不苟地 认真饰演着 一个个让观众 蓬腐流泪的所谓坏角色 而多年来 对舞台表演的执着 也成就了这个 帅真直爽的演员 1981年 长春电影制片场 开拍《杜石娘》 导演周宇 首先想到的就是金雅琴 1981年 长春电影制片场 筹拍根据冯梦荣小说 《杜石娘怒成白宝香》 改变的电影《杜石娘》 在演员表中 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金雅琴 这也是金雅琴在话剧舞台上 表演了半个世纪后的第一次出电 董事宁又让我演一个反变人物 让我演那个老宝子 我说不去 完了那个 那不去不行啊 当时那是革命工作呀 不是跟我谈的 人家找我们书记谈的 找赵启阳啊 赵启阳的老战友 也是老革命 找他那个导演 说我要你们去演的金雅琴 赵启阳说你要他 说他演戏夸张 说那没关系 就要他 那好吧 就他排版 是领导签名让我去 我就得去 我不愿意去啊 我说你看我这演的那么多三公六婆 完了到一幕的时候散德行去 还演一个老宝子不爱演 后来马琴给我做工作 党员呢 得给我做工作呀 马琴说 他有点结果 他说叫我说老金呢 你得演 我说为什么 留个影 留个纪念 好好演 总是不愿意演 却又总在演三姑六婆的金雅琴 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然而这一次全新的电影表演尝试 却让此时已年过半百的他有点底气不足 接到任务后 金雅琴就马上跑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这箱子还没放下呢 那副导演呢 是这导演的爱人 就跟我说 说金老师啊 你好好休息吧 一个月以后再拍戏呢 我说啊 你买票我回去吧 你干嘛 那么一个月我在这干嘛呀 怕我接气 那时候就把演员先搁在那儿 怕你上别墅演去 就不让你走 没办法 我干嘛呀 哎 我一想 我就赶紧研究人物吧 我这个老宝子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懂啊 借书 借很多书看 借完书写自传 写人物 多大岁数 怎么当的这个妓女 再妓女怎么又生成了妈妈 这老宝子 完了再自个儿写一大片 然后写完了研究 哦 这人物怎么回事 一击的 妓院的老宝子还挺厉害 研究完了 不听话了 导演说什么都不听了 因为导演没研究啊 他研究整个剧本 都没研究我那角色 老人 没听 这儿去 你看有一台一场戏 说是那个大岩商 这个孙父来了 秦老师 你要 哎呀 孙老爷 你好 秦 我说干嘛呀 我怎么了 我说我是谁呀 当然说你是谁呀 我说我是一级妓院的大老板 我说我的姑娘 一百个姑娘 一呼百应 我说琴琴说话 我都会 我经常接待是王孙公子 什么没见过 一个破颜商 我跟他第三下四的 我那多失身份呢 导演一听 也有点道理 说那你怎么办呢 我说就是 孙老爷来了 行 就行了 导演没惹 我只好这样 导演说 那去啥也能弄大点声啊 我说怎么了 到早堂子了 那你下命了行不行啊 我说那行 去点啊 我还得端着 还挑衣服 挑首饰 别人替多矫情了 在那儿 反正是都得听我的 这导演不听我的也不行 到底谁导谁 我跟导演说 我说我就冲你 我就参加这个戏了 这什么 我说这个 虽然说这个待遇低一点啊 没关系 只要戏好 导演好 我说我就接了 他说好 我说呀 生命最可贵 今天价更高 为了艺术事业 二者接可抛 马力文说好 就跟我握手 就这样 跟他合作了 2005年 金亚琴 凭借电影 我们俩中的奶奶一绝 摘取第14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 影后归关 如今的金亚琴 已年过八旬 两眼模糊 几尽失聪 她仍然住在 北京仁义的旧址 史家胡同 伴随她的是邻里街坊 同样也是 满头白发的老人 不同的是 在她的心中 依然向往着那个舞台 她说 如果有机会 她还要去演戏 演员就该死在舞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